現在說的是劉比的軍隊駐紮在洛城 這一天 和發政送信給劉章的使者回來說 正道勸劉章將各地的糧倉 和田地上的稻谷全部放火燒清光 又說要將巴西地區的百姓 全部遷去浮水以西 準備建築很多很多防禦工事 實行死守不和漢軍交戰 劉比孔明聽了都吃了驚 如果劉章照樣辦 我們就危險了 發政說 主公不用擔心 這條路雖然夠毒辣 劉章必定不會採用 果然過了幾天 接到消息說劉章沒有聽鄭道的話 不肯動動百姓 那劉比的心就定了 嗯 夜長夢多 孔明說我們要盡快進兵去奪取綿竹 一得到綿竹 成都就容易拿他了 於是下令派黃忠、魏賢、大兵出發 那當時首謂綿竹成的 是劉章的舅兒被關 他知道劉比兵到 就派李延帶三千人馬出去迎戰 雙方各自報好陣勢 黃忠出馬和李延大戰四五十個回合 不分勝敗 孔明看到這樣 就吩咐打拿收兵 黃忠回來就問 軍師 我只是要生禽李延 為何要收兵呢 孔明說 剛才我看到李延的武藝 跟他硬打硬不是辦法 明天再打的時候 黃將軍你就炸敗 引他追去山谷 在那裏我出騎兵來打贏他 黃忠就遵命了 第二天 李延又帶兵來 黃忠再次出戰 打了十個回合左右 黃忠虛訪一刀 就炸底不夠打 撥轉馬頭帶兵就走 李延追殺過去 一路追呀追呀 追呀追到進山谷 哎呀不行 李延突然醒水 正說想回頭 怎知魏延已經在前面擺兵馬 哎呀這樣也做不到 原來孔明佔他住山頭 在上面大聲喊李延說 李將軍 我告訴你 在這裏兩邊 我已經埋伏好弓箭手了 你如果還不投降 我就要和龐氏元軍師報仇了 哇 那不得了 李延慌忙落馬 解開護身鐵甲 一於投降 那就幸運了 他手下的兵桌 一個都沒有傷害到 收了兵之後 孔明帶李延去見劉備 劉備 劉備代他非常好 李延說 秘官雖然是劉章的親戚 只是他和我的交情非常密切 讓小將去說服他來投降 劉備很信任李延 馬上就叫他回去綿竹城招行秘官 李延進城 見到秘官 主要跟他說了兩點 一 就是大讚劉備 說劉備怎樣怎樣人得 第二 就反覆說明厲害 今天不投降 後果就不堪設想了 嘿嘿 真是說好秘官 大開城門就實行投降了 那就妥了 劉備得到綿竹城之後 立即就商量 組織兵力去攻打成都 誰知道劉昇馬送來緊急報告 說東村張魯就派了馬超和楊白馬代 帶兵去攻打加盟關 孟達霍進就頂不住 如果還不快派兵去救 加盟關就沒有了 噢 嚇驚流鼻了 孔明說 要和馬超交鋒 必須逆得和紫龍兩位將軍去才行 是啊 紫龍現在帶兵從外面未曾回來 逆得在處 那麼軍師快點派他先去吧 主公 等一下你什麼都不用說 讓我來激他去吧 話口未遠 張飛張三爺到了 他亦聽說馬超正在攻打加盟關 他全身都興奮 噔噔聲走進來說 大哥 快點派我去打馬超吧 孔明炸底聽不見 他和劉比說 現在馬超侵犯加盟關 唉 沒有人打得他過的 除非回去京州叫關民牆來 那就可以和他打過了 軍師 你為什麼這麼小看我 你不記得 我單槍匹馬 就頂著曹操百萬大軍了嗎 馬超都不用仇的嗎 亦得 你當時守著河邊拆斷道橋 嚇壞了曹操 這些都是因為曹操不知道你的虛實 如果他知道虛實 你就沒那麼容易了 馬超的英勇天下皆知 衛橋六戰殺到曹操割鬍氣泡 幾乎沒命 馬超絕非等閒之杯 就算運長來都未必一定贏的 軍師 你不是一味掌他人志氣 滅自技衛鋒 我現在就去 如果打不贏馬超 我今受軍法處分 那就請張將軍你立一張軍令狀 打黑到極了 張飛立即立立了一張軍令狀 空明說 好好好 你既然立了狀 我就派你做先鋒 然後孔明又對劉備說 主公 要請你親自去走一趟才行 我就留在這裏守衛綿足 等子龍回來之後再作安排 但是呢 魏賢就說 我也想去入軍師 好呢 於是孔明命令魏賢帶五百名哨馬 走先 張飛行第二 劉備押後 就出發去加盟關 好了 這一天 魏賢的先頭部隊就來到加盟關下 正好遇上楊白 兩人就打起來 未到十個回合 楊白就輸了走人 魏賢要搶張飛的頭功 沒有理會那麼多 就乘勝追擊 但是前面有個標軍馬 擺開陣勢 當前原勇將的乃是馬代 魏賢就不認識他 還猜他就是馬超 於是無馬若刀就迎上去就打 打不到十個回合 馬代不是手腳 走人 魏賢以為這次是立功機會到 拍馬追上去 誰知被馬代回身一戰 射中了左手 哎呀 魏賢急急回馬就走 這趟就輪到馬代追了 一直追到加盟關前 沒事 張飛來了 他打雷那麼大喊一聲 民場不用怕 我來救你 張飛等魏賢快馬跑過之後 就將一支長矛打橫一彈 喝馬代說 你是誰 報上聲明 然後再來殺我 我就是西梁馬代 你原來不是馬超 快快回去 你不是我對手 你回去叫馬超自己來 你說 冤人張飛在這裡 屁 你敢小看我 看槍 馬代生氣起來 約馬上前 就對著張飛一槍就對過去 張飛用杖八射馬一搏 兩個人就打起來 又打了不夠十個回合 馬代打輸就逃走了 張飛正說想追著他的時候 劉備已經從關上跑馬下來 大聲地喊 三弟不要追了 不要追了 張飛就不追了 收了兵 和劉備一起上關 劉備說 我怕你急 所以我跟著美麗 先頭 你既然贏了馬代 就休息一晚 明天出賤馬超 抖 大早上 剛剛天亮 只聽見關外的箭鼓聲 震天動地 馬超大兵到了 劉備在關上看下去 只見門旗一開 馬超手執長槍 縱馬而出 他穿著白袍銀甲 屍虧袖 嘩 一來他的裝束非凡 二來確是人才出眾 劉備忍不住讚他 人人都說 錦馬超 真是明不虛傳 張飛也忍不住了 立刻就要出去打過 劉備阻止他 三弟 不要出去打 應該先避一避他的銳氣 張飛就唯有忍不住氣 但是呢 馬超在關下指名道姓 單單留張飛出馬 張飛在關上磨拳擦掌 幸不得一口就吞了馬超 下肚 但是三番五次都被劉備禁住 好了 過了中午了 劉備望見馬超鎮上的人馬都疲倦了 就挑選了五百名馬軍 跟著張飛 噹噹噹噹一聲鼓響 打開城門 哇 衝啊 就衝下關來了 馬超見到張飛兵馬衝到 用槍往後一 Walk 指揮軍隊退後一百幾多步 張飛也將人馬襲守 於是關上的人馬陸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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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陸中聖馬上前大聲地說 仍然得我燕仁章亦得 馬招說:「屁!我家雷勢恭候,不認識你的鄉下人!」 極度張飛爆火,兩馬齊出,雙槍並舉 一來一去,大約打了百幾個回合,不分勝負 劉比說:「啊,真是苦將啊!」 他怕張飛吃虧,命令打羅收兵,張飛馬超各自回陣 張飛回本陣,主要是等馬休息一下,然後脫了頭盔 只包著頭巾上馬衝出去,讓馬超再來打過 兩人於是又惡戰一場,劉比怕張飛不夠打 穿齊盔甲,全副武裝就親自下關到陣前看得實 只見張飛和馬超又是打了百幾個回合,越打越精神 劉比又叫人打羅收兵,又閣回本陣 當時已經很晚了,天也開始黑,劉比對張飛說:「馬超非常英勇,不要輕敵啊! 我們先回去,明天再來打過吧,不行,我死都不上去 到天黑了,三弟不能夠再打了,要人點多點火把,安排夜戰 這個時候,馬超換匹馬跑到陣前大聲地喊,張飛,你敢不敢夜戰啊? 張飛發起威力,和劉比換匹馬,呱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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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上關,我贏不了你,誓不回債啊! 兩邊的軍隊大聲搭哭,點起無數火把,就照得好像日頭一樣光猛 張飛和馬超第三次又來打過,打到二十多個回合,馬超突然撥轉馬頭就走 好吧,你想走去哪裡?張飛就追著過去了 是不是馬超不夠膽呢?不是啊!原來馬超就看贏不了張飛 他就心生一計,假裝打輸就哄張飛來追他 然後暗中拿出一個銅鎚在手裡打過去 張飛的人雖然魯莽,但是打起仗來還是很醒定的 他看見馬超走的心已經陷著了 所以等到馬超的銅鎚打來的時候,張飛一閃,銅鎚闊在耳朵旁邊飛過去 張飛趁勢勒馬跑回頭,馬超又來追他了 張飛亦有辦法,他跑了機步,一帶著馬,念弓搭戰,就對著馬超射過去 馬超一扭身,閃開了 兩元勇將就各自回陣 劉彼大聲地叫 我以仁義代仁,不用陰謀詭計的 馬將軍,你儘管收兵休息吧 我不會趁勢追你的 馬超聽劉彼這樣說,親自押後收兵回債 劉彼也收兵上關了 到了第二天,張飛正想下關去再戰馬超 孔明來到 彼此見過面,走過來,就在大堂坐落 孔明說 馬超是當代的苦仗 如果跟逆得死戰,就必有一傷 我故此叫趙雲皇忠守住民族,自己就趕來這裡 讓我用一條計劃,包馬超要投降主公 啊,那就好極了,好極了 我見到馬超這麼英勇,我心非常喜歡他 對了,軍師,怎麼才能讓他投降過來呢 我聽說張老早就想做漢寧王 我們就利用他這一點 張老手下有個謀士叫做楊重,是極之貪財的 主公你就派個使者,從小路趕去漢中 首先送些金銀珠寶給楊重,買通他 然後再去見張老,說我們跟劉章爭奪西村 是跟你報仇的 不要相信人家說那些離間的說話 事情成功之後,一定向皇上補咒你做漢寧王 那就請張老撤回馬超的兵馬 等到他撤兵的時候 我就可以用計劃到馬超投降主公了 劉備高興到極,即時寫封筍 派孫乾帶著金銀珠寶,由小路趕去漢中 孫乾一去到,首先去見楊重送禮物的說明來意 楊重見錢眼開,什麼都說得 立即帶孫乾去見張老 孫乾呈上劉備的書信 張老看完信就說 原德不過是左將軍 他怎麼有資格補我做漢寧王 楊重說,他是大漢王叔 他向皇上補咒是最對的 哈哈,劉備送的金銀珠寶真是起作用 楊重這句說話說到張老滿心歡喜 他答應了劉備的要求,派人去通知馬超撤兵 孫乾就留在楊重家裡等候消息 過了幾天,張老派去的使者回來回報說 馬超說,未打敗劉備,不要退兵我 張老再次派人去叫他回來,又不肯回來 連氣去了三次,馬超也不撤兵回來 楊重想,此人素來不講信用 連叫三次都不肯收兵回來 哼哼,真是想造反了 於是,楊重暗中派人四處去散步謠言 說馬超想他奪取西村 拿到地盤,自己來做西屬之主 然後跟他父親報仇 他不肯服張老管的 這些謠言就很快傳了入張老耳朵 張老就找楊重商量 問有什麼辦法搞定馬超 楊重說,有辦法,有辦法的 一方面,主公你就派人去說給馬超聽 說給他一個月期限,要他做妥三件事 做拖勒就有賞,否則就殺頭 一,要奪取西村 二,要拿劉章的人頭 三,要打退京州兵 三件事做不成 就叫他獻自己的人頭來 另一方面,主公就命令張衛點齊人馬 嚴守關押,提防馬超兵變 就是了 張老聽了他 派人去馬超那裏,把那三件事告訴他 馬超就驚起上來了 哎呀,怎麼一下子會變成這樣呢 沒辦法 就和馬代商量,不如收兵回去 誰知楊重又山坡謠言說 馬超收兵回來,心想逃謀不軌 於是張衛分兵七老,見守關崖 不肯放馬超一兵一桌進來 哎呀,馬超真是搞到進退兩難無計可思 孔明了解了情況 見到是時候了,就和劉比說 現在馬超正在進退兩難 讓我親自去馬超那裏 用我三寸不爛之舌碎馬超來投降 啊,那怎麼可以啊,怎麼可以啊 先生,你是我古轟心腹禮 我全靠你的了,軍師 萬一有些三長兩短如之奈何啊 不能去的啊 孔明堅決要去 知道劉比怎麼都不同意 正在籌取著 衛士進來報告說趙雲寫了一封信 介紹西村一個人來投降 劉比請他進來見面 這個人叫做李灰 劉比就問他 往日,聽說先生你苦苦地勸劍劉張 不要讓我進西村 現在,因什麼事又要來歸行我呢 劉將軍 古語又說,良琴擇木而妻 言臣擇主而是 往日,我之所以勸劍劉益州 乃是盡人臣之心啊 既然不聽我勸 我知道他必定要失敗的了 現在劉將軍你的德政遍佈於西屬 你必定成功的 故此我就來歸行將軍你 噢,歡迎歡迎,先生你這次來 必定能夠幫助我 我聽說馬昭目前正是進退兩難 我以前在龍西的時候 和他有一面之交 我想去說服馬昭來投降 劉將軍你以下如何呢 孔明一聽就非常高興 他說,好極了 我只是想找個人代替我去一趟 我想知道一下 先生打算怎樣跟馬昭說呢 李灰就在孔明的耳邊 細細聲說 如此如此,借搬借搬 孔明很歡喜,一尾掌頭 立即派李灰去 李灰去到馬昭的刑寨 當然是請守門的衛士通報姓名進去 馬昭一聽就說 李灰此人能言善變 今天來實是想來碎我的 於是叫了二十名刀虎手進來 要他們隱蔽在中軍帳裡 吩咐他們說 等會叫你們斬 你們就把李灰斬成肉帳 哇,厲害啊 報紙好了 馬昭就叫人請李灰進來 沒多久 李灰昂昂然走進來 馬昭就很威嚴地坐下 動也不動 他喝李超說 你來做什麼 我特意來做碎客的 對了 我把寶劍身身磨好 有什麼說話 你儘管說來聽聽 說得有道理就有自可 說得沒有道理就請你試一把劍吧 哈哈哈哈哈哈 馬昭君啊 你就快有場大禍啦 我怕你身磨的那把劍 都未來得及試我的頭 你自己就要先試了 我有什麼大禍啊 那請將軍你聽我慢慢說 越國的西斯 即使是一個很會說壞話的人 也沒有辦法抹殺他的美貌 齊國的忠無嫌 就算是一個極會讚美的人 也沒有辦法掩飾他的醜樣 太陽升到中天 就開始偏西了 月光到了最圓的時候 就開始選決了 這個乃是天下間的常理 今天 將軍你和曹操有殺父之手 和龍西又有切齒之恨 前不能夠留張而退京州之兵 後又不能制伏楊松 而見張老之面 目前將軍你四海難容一身無主 若再有一次惠僑或者棄成這樣的失敗 還有什麼面目見天下之人啊 馬將軍這個道理也是很顯淺的 一番說話 說到馬超驚心動魄 立刻起來對著李灰叩頭行禮 多謝他說 啊 先生的說話說得很對 但是 但是我沒有路好走啊 將軍既然肯聽我說的話 為什麼中軍將內又要埋伏刀斧手呢 哎呀 搞到馬超面都紅了 立刻喝走他們 李灰又說 劉王叔禮言下士 極之重視人才 我看他必定會成功 故此我就離開劉章而歸行他 將軍的另轉 往年曾經跟劉王叔約好一齊討伐逆賊的 將軍今天為什麼不棄暗投名 找個機會雙包副手 下立功名呢 多謝先生指教 馬超立刻叫楊伯進來 楊伯就是張魯派來做監軍那個 一劍就殺了他 就帶著他的首級 跟李灰一起上關來投降劉比 劉比真是高興到極了 親自迎接他進來大堂 當作是上賓般接待 馬超確是真心歸順 他叩頭行禮說 今天遇著名主 就好像活開雲霧得見清天 這個時候 孫乾就已經在漢中回來了 劉比仍然任命 霍准孟達兩個首位加盟關 安排好之後 率領兵馬準備去奪取成都 劉比他們首先回到綿州 和趙雲和黃忠會合 這一天 西屬的劉駿和馬漢兩個將軍帶兵來到 趙雲說 等外足這兩個人 講完就上馬帶兵出城 劉比就吩咐在城樓上擺酒來款待馬超 剛剛開好桌還沒有入籍 趙雲已經斬了劉駿馬漢兩個人頭獻上來了 馬超雖則是英勇 見到趙雲這麼本事也很驚奇 就更加敬重趙雲 馬超和劉比說 不用主公你輕私動眾去施殺 等我去叫劉璋出來投降 如果他不肯投降 那我就和弟弟馬代去拿成都 雙手奉獻給主公你 好呀好呀 劉比又歡喜到微開眼笑 這頓酒就喝得格外高興了 現在說說劉璋 他聽到那些逃跑回來 就是益州的敗兵說的情形嚇到他失勻 唯一的辦法就是緊閉城門不出去 及次聽到報告說馬超的救兵來到城北 他才這樣走上城樓看看 當時馬超馬代在城下大聲地叫 請劉桂玉出來答話 劉璋就站在城樓上面 問他有什麼事啊說吧 馬超用條馬邊指著劉璋說 我本來率領張老的軍隊來救益州的 誰知道張老聽了楊松的壞話 反而要害我 現在我已經歸行劉皇叔了 將軍你快些獻地投降 免治生靈受苦 如果你執迷不悟 我就功成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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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堂嚇到劉璋面如吐飾 劉璋一下頂住 啪啪 整個雲島踏在地裡 要知道劉璋願不願意投降 劉璋是怎樣拿到成都呢 就請下回分解